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往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肩脾后仗或者素仗 第六个 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启发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右手的坐金刚拳 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辄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臂以后 从右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气体的形象 往外派出三次气 坐手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压着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些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些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开始念的祖母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将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样派三次气必须要从哪里 一开始产生从专业 吧吧吧吧 mac也 啦啦啊 天哪 天哪 天阿 害安 天天 丐 诺 older 家 喔 Anh鱼 诺 产 Online 啊 所 教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生生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界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这种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呢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就十方诸佛菩萨的这回重提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锤炼我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的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就是 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掌 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我们的这个信息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如何呢 他是福丹明 他这里呢 就讲得很清楚 我们所有的这些事件的人们呢 实际上已经去入了这个人生的道路 那么去入这样的道路的话呢 我们深层在世间上的众生有没有去往这个不死的地方 就是去往不死的地方呢 是绝对是没有的 不死的这些通道呢 就是全部都已经被奉死了 就不管是这个田人 阿修罗或者说地狱 恶鬼 人类出生党 所有的这些众生呢 这样这个神呢 一定会死的 那就所以就是不死的这种路呢 就像我们过路的时候呢 那前面都已经被奉了 就是不得不停止 同样的道理 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永远不死的一条路 就有这么一个地方要去的话呢 那谁都非常这个原因呢 但是呢 实际上没办法 世界的规律就是这样的 那么所谓的这种四神呢 一直就非常恐怖的这种眼神呢 就是看着我们 就盯着我们 就像我们世间当中的 在这个牛圈当中的这些被栽萨的牦牛啊 就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窥子说啊 屠佛呢 就是拿着这个道子 就是一直看着他们 而就任何一个牦牛呢 就是不让就是离开这个源泉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当中的话呢 你而想逃脱 你而想逃避的话呢 那这一条路是在这个世间当中的确也是是找不到的 就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这个身份啊 就有什么样的这个身份啊 地位啊 或者是有这个财富 才华等 呃 呃 呃 这些人的话呢 最终呢 就是一定会是要归入这样的这个 呃 就四道啊 就四道 所以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样的话呢 在这个此时此刻啊 就你们 就是我们对自己就面临自己说吧 就是你怎么会是还能就非常安选的 快乐的 快乐的 优先的呢 就是贪执一些世间的美食啊 美食啊 这个个性啊 以及这个世间的各种这个娱乐 呃 同时呢 也很安选的 就是愿意这个睡眠啊 啊 就有时候呢 我们应该反观自己 要观观外景又要反观自己 古人呢 特别这个喜欢强调这一点啊 就首先呢 我们这个望着这个呃 这个外景的世界 同时呢 也这个内观 或者是反观这个内心 反观内心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道理 并不是很难懂的 应该知道是 在整个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众生呢 没有一个被这个逃脱的啊 就是真正是离开这个死亡的 就是从那个死亡的口里面已经这个释放出来 解脱出来的 这样的呃 这个众生呢 自古以来也是在人类这个发展历史上是根本找不到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我们呃 在座的各位为什么是啊 还非常这个呃 快乐的 非常这个这个优先的呢 就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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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呃就是一些这个这个世间八法 啊 贪执一些事件当中的没有任何这个这个事宜的 所以我们呢 也应该很快的事件当中要这个静静修持啊 我昨天天做讲的那样 我们如果真正是在自相细当中生起来这样的无常观念的话呢 可能拜天也是不愿意做什么其他的这个无意义的事情 晚上呢 呃 当然这个一点也不睡觉的话 恐怕于皆众生来讲是一定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睡少也是睡的不会就是太多的 回事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第二个内容就是说 思维迅速死亡而全面 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略作 略作在宋文当中是这样说的 死亡树林过 即使引起者 即使方短难 此以又何用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死亡 很快的时间当中 已经耐临了 所以现在应该抓紧时间 紧紧的积累 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 如果有人想 现在暂时不要紧的 会死的 但是我们到时候 或者是要接近临时的时候 或者说我年纪老了一和 再可以紧紧修学 端出一切懈怠 这种说法是显然 是不合理的 你到时候要想修的话 那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那个时候 你如果仅仅有什么用 一点用处都没有 所以我想我们真的迅速的死亡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很容易发生的 可是人们从来都没有准备 一旦听到了 你要死 你现在已经成了 顽其爱珍等等 在这句话的时候 他就蒙住了 就绝望了 那个时候 也来不及了 没有用了 所以我们尤其是 修行大乘佛法的人的话 首先都是 应该自己有所准备 如果心里有所准备的话 那么到时候 真的死亡来的话 对你来讲 也是应该说是有办法了 应该说是有一定的这种办法 所以我们还没有 到达最后一刻的时候 现在也应该静静修行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到时候临时报复着 恐怕是来不及了 那个时候 你想好好的修行 也是来不及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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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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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就是说 这个是光说 为朝或视着 回味般成事 似生突然之恶 无乎无名修 意思就是说 我们很多人的这种无常 当然这个是进一步的说明了 这个死亡无常的快速 我们这个时间当中的很多的生命无常 就来得特别快 那么从具体的一些事情来说明的话 实践的人们 有些人有一件事情心里想做 但是还没有开始 在那个时候 死神突然降临 这种情况也有 然后还有一种事情 这个事情已经开始了 但是还没有完成 也还没有到一半的时候也会死亡的 还有一种事情就是说 这个事情已经到了一半了 那个时候突然就死亡 降临等等各种情况 因此这个死神会一瞬间 突然行的降临到你的土上 那个时候想躲避 想躲开的话也没有办法的 所以那个时候 如果你没有好好行之善法的话 自己会感觉到 一切都完了 我今天已经到了死亡的门口了 对的确确 每个人不管是世间人 出世间人 出家人 在家人 很多人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 到了中间或者到了一半的时候 会发生一些大的变化 这也是我们有为法的自然规律 所以我想每一个人对人生的价值方面 应该有所准备 这一点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父神的话 会突然降临的 那么这种降临 谁也无法固定的 整个三强大战世界 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是讲了 就是三戒无常如求云 有情生死如关系 讲得非常清楚 整个乃至天戒到无间地狱之间的三戒轮回 没有少许的文故不变的法 全是瞬息万变的 应该说是瞬息即逝的一种本体 因此我们时时的观想这样的这种无常观念 这样突然就来到这个 突然这种死亡降临 我们应该有所准备的 否则的话 一旦出现了绝症 出现了一些真正的死亡的时候 恐怕我们来不及面对 来不及真正的这种应付 所以说作为修行人 应该说是对自己的人生观 有过比较直接的这种认识 如果你平时这样想的话 那么的的确确在生死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变化 有什么样的无常 也应该能看得淡 也应该会了解 有时候通过其他的一些外缘 对自己的这种生死 也会有一些感悟 那我们的再生死 感谢您的 blood 谢谢您的 感谢您的 我们的最后 是 真的 照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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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网无间淹没舌 以嘴坏有苦 神闻神据多余 狂乱恢复神皆是复活如 他这里已经讲了最后死亡之后的一些场面 因为我们这个人活着的时候 有些人把自己的经历 时间 智慧 全部用在一些现实 毫无意义的状态当中 最后真的要接近死亡的时候 恐怕就是自己想起来 自己生前所造的一切罪业 这样之后 心里特别的傲伤 伤心痛苦忧愁 这样之后 有些人就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希望再活着 然后一直痛苦伤心 然后满面流泪 就满面流泪 最后的话 自己也是实在没办法 在这种状况下 自己的亲朋好友 自己的一些情人 全部都非常旧往 在不得不离开当中 不得不离开当中 也会告白 有这样的 那么那个时候 尤其是业力比较深重的人的话 他在还没有真实死亡之前 会在他的迷乱现象当中 会看见自己以前的一些 各种杀害众生物的景象 或者说是一些 阎罗族和死亡阅族的恐怖的面孔 就是一幅一幅在他面前重现 那么那个时候 有些人的这种痛苦的景象 旁边的人也是很难以认受 就难以认受 所以米拉里巴尊者也是说了 如果看见了业力深重的人的死亡的话 那么这就是知识因果的最好的善知识 因此我们有时候也是 看见有些非常可怜的人 就是在接近临死的时候 那经常也是说 就是自己在身前的一些 什么那个造恶业的这个景象 就是在他面前这个现前的状况 就说一说 在那个 在这个临终的那个时候的这种状况 就是大家也应该会请求的 那么意思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 就是自己也可能会现现了 就现现自己一生当中 就是塑造的一切的这个罪 就是在自己的这个脑海当中 就是会一幕幕的 这个会现前的 就是历历在目 那么那个时候 自己心里面就想 我在这个 就是神城 或者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好好的 这个对来是有利益的法 这个修行呢 为什么没有这个 好好的这个修行呢 然后自己呢 就自己就埋怨自己 我遇到了这个善知识 得到了就是大乘佛法 有机会行持善法 可是呢 一生当中都是这样 不知不觉的空号过去了 为什么自己呢 就是如此的 这种这个愚本 就是在那个时候呢 就自己也是心里 非常的这个空慌 空慌 而且那个时候有些 这个我刚才所讲的那样 所以比较深重的人的话呢 也是就是听到一些这个 就征天动地的 这个地狱的这种参交声呢 或者说是一些 这个阎罗族的这种空谱声呢 就是等等 就是这样会说 那个时候自己呢 就非常非常的害怕 就是在这个狂飞的这种声音呢 心里非常空慌 还有呢 就是一些这个不经分啊 就是龙血啊 等等 这些呢 就是就编满自己的这种身体 那么这是我想 很多人的这个死亡的状况 是不同的 但有些人呢 真的就是特别害怕死 怕死的这些人呢 经常也会这个出现这样的 那个时候自己都是 就是有没有办法呢 没有办法 明镜需要您的过去 遇到您的脑子 怕死的死亡对吗 不然以会更有的 你能不能伤害它 微笑着一样的 是一种 那么你 那种这种 是一种 对面的 也不会 对面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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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